25集古装武侠电视连续剧《保镖之翡翠娃娃》 日前在上海举行了兴发布会 导演范秀明携韩国星星小生陈勋 白镜 舒飞等主演演员齐齐亮相 率先分享了该剧的精彩看点 该剧是上世纪90年代播出的同名港剧的翻版 时隔多年再次被翻拍 除了同样精彩的剧情之外 来自两三地以及韩国的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更是博人眼球 其中因为韩国电视剧《星际生传》 而出道走红的新生艺人陈勋 此次在保镖中挑起了大梁 扮演多情多义的风流少侠郭旭 对此他也很是用心 私底下没少苦练中文 当天还在现场小秀了一把 大家好 龙年 吉祥 生日 健康 我是连过去的兄弟 虽然目前只学会了一些基本的日常用语 但这并不影响陈勋和其他演员们的合作 采访当中白净坦言 跟陈勋等人对戏并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 因为彼此都做足了功课 所以拍摄起来也格外的顺畅 其实剧情对我们这些都做了功课 那么到处里我们对西线手机气势 都把你相对的男人都记住了 我其实你的表情都会保护着爱你的男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眼上看你能感受到很久 所以我们一唱呢 这是这个留言 我觉得我有点理想 谢谢大家 我们տ 有点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